製作一條典型香港雪糕車 賣小見小的片給大家看看 因為這輛雪糕車是 我想香港沒有多少步的 Hello 要吃甚麼 食糕 甚麼食糕 這裡 這裡 蘑菇味 要甚麼雪糕呀 我介紹一下 這是這個 這是朱古力 蘑菇味 我要 是 他們有排檔了 十兩次 是啦 選了三次 哈哈 這個交叉了 交叉了 這一種雪糕車呢 其實這個牌照呢 香港政府呢 其實已經沒有再出的了 所以呢 全香港可能只剩下 不知道有沒有十部這些車呢 真是不知道了 訪問一下你呀 你做了多久呀 叔叔 是啊 做了 十一年 十一年呀 是不是現在香港有多少部這些車呀 你知道嗎 會行會走的 我想不夠十部 不夠十部呀 牌呢 這些小番牌呢 就有100個 一百零幾個 一百零幾個 全香港都是一百零幾個這些牌 真的好 有罕有 賣的是單車徑 賣的是哪 單車徑 單車徑 哦 厲害 買了什麼吃呀 可以啦 吃啦 多少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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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數 快點告訴我 你計不到啦 他計到的 他們認識的 22 22元 是嗎 不是23嗎 不是 11加11 11加11 好啦 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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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傻 不用走都行 不過呢 給多一點東西給爸爸吃 有什麼東西要喝呀 喝一下 都要走呀 你要喝一點東西 是嗎 隨便選一張 我要 呃 給一瓶水 大那瓶水 大小 大呀 大 OK 這些就是香港特色了 即是一輛這些雪糕車 真的買少見少了 牌照又發得少 但是呢 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其實真的很多 好像我們現在身處這個位置呢 就是 觀塘的海濱公園 很多人一家大小 星期天走出來玩呀 那去買東西呀 又沒有士多在那裡 這些車呢 真的很發揮那個功效呀 所以呢 這一種 香港特色呢 我覺得見到就拍給大家看 怎樣呀 痠不痠呀 雪糕吃話 吃到你看你的嘴 給我看看呀 嘩 嘩了 大哥 姐姐啦 姐姐吃的是什麼來的 蘑菇娜 蘑菇娜 好不好吃呀 哎呀 塌了啦 弟弟 這些呢 就是傳統香港特色的雪糕車呀 遲些呢 你做了別人的爸爸 你記住介紹給他們呀 知道嗎 如果那時候還有的話 行不行呀 姐姐 行 傳統特色的香港的雪糕車 靠你傳下去啦 請大家多多支持 什麼呀 我不是小弟呀 嘻嘻 感谢观看